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在之前改装iMac 27寸2019款的那部影片我们有提到过 其实原本手上就已经有一台iMac 27寸2012款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帮这台老iMac升级硬体 还要帮它顺便做清洁跟维修 在升级方面,我原本的预算大概是抓1万块左右 不过,这集要感谢OWC的大力赞助 提供了两个SSD 而OWC他们家有非常完整的Mac改装套组 要说最完整也绝对没毛病 真的,你找不到这个星球上有其他厂商 可以把改装iMac的零件、套件做得这么简单 做得这么完整 毕竟在这方面,OWC如果说自己是第二 我想应该也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 在实际动工前,先帮大家整理一下思路 首先我们会画开荧幕,然后卸下荧幕 开始拆里面所有的零件 包括左右喇叭、电源供应器、主机板 主机板拆下来后,接着要拆上面的散热器模组 散热器模组换下来后就是重新上散热膏 然后再将CPU、散热器模组全部重新安装回去 不过这只主机板还不要急着先装回去 要先将原本的主机板上128GB的SSD改为OWC的512GB 接着我们要继续拆枢纽 就是机壳与支架的连接器 更换好枢纽后再依序按照刚才的步骤安装回去 在安装回去的过程中,顺便换上OWC的SATA SSD 1TB 而且还要更换相机模组 因为这台iMac不知道什么原因 它的相机一直抓不到 那这次已经准备好零件来重新测试安装看看 这些都完成的话也不要先贴双面胶 而是先将荧幕暂时盖上去 贴好固定以后 先装好作业系统,然后格式化SSD 确定机器它都抓到两颗SSD 然后确认镜头好坏以及测试其他功能 真的确认没有问题以后 再关机,关机再贴胶条 封上荧幕才算是大功告成 以上两分钟就是今天的技术总结 我们接着看详细的改装过程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台iMac的型号规格 iMac 27 Late 2012 俗称薄型的第一代 当时薄型推出来不到一年 下一代就出来了 所以这一代真的是非常短命 但是当时薄型iMac一推出来的时候 哇,真的是梦艺品的存在啊 到底是怎么把桌机做到这么薄,这么轻 可是这个外观就这样用了八九年 不就是在挤牙膏吗 实在是很不厚道耶 这边厚道是一个双关哦 总之希望之后苹果出ARM版本的时候 可以把iMac大改外观 用iMac再次惊艳大家 这台iMac是当时的入门款 你就可以理解成现在你去点Apple的iMac的时候 最左边最便宜的那一台 那这台的CPU是i5-3470S 就是Intel第三代Core的处理器 当时这一代CPU提升是很大的 尤其是在制程方面 从32奈米进步到22奈米 而且电晶体的扎机从2D平面变成3D的 CPU本身运算效能也是有提升 但是不是说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比较没有什么印象 真的令我印象深刻的 反而是它的内线晶片 HD 4000 这颗HD 4000效能比上一代HD 3000提升了一倍左右 当时Intel也是这样在宣传的 而且真的就是非常有感 以在当时Windows来说好了 HD 3000打游戏的话可能只有30FPS 可是到了HD 4000上面可以到60FPS 真的是翻了一倍 你可以理解就像是现在Intel11代处理器 在笔电上面主打Iris X1内显的这种爆发性成长 虽然说13奈米有卡关 然后效能成长不是非常非常显著 可是显卡显示晶片这方面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此外我觉得第三代处理器蛮重要的 就是从这一代开始支援了PCIe Gen3 还有原生的USB 3.0 之前Sandy Bridge虽然也有USB 3.0 但是那个都透过转接的 不是原生支援 所以我觉得第三代它有一定的标杆性 规格在当时也具有未来的衔接性 在这之后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几牙膏 差不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被取笑了 然后到第八代 因为核心数变多 效能变强 才让大家重燃希望 不过这次我就没有打算升级CPU了 虽然换i7也不贵 现在三代i7一颗大概2500左右 2500换算效能提升也算是划算啦 但是因为现在这台iMac的任务都是比较轻度的需求 其实i5顺顺用就足够了 加上现在里面有24GB的记忆体 同时期的PC 我配个8GB我就觉得哇很爽了 24GB反正现在真的是非常够用了啦 那当时24GB的配置是4加8加4加8 两条4GB是Apple原厂的 两条8GB是创建的 为什么当时没有用OWC呢 因为OWC当时在美国 对我们来讲太遥远了 网购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要从eBay上面买 所以对金流还有物流的门槛都比较高 现在在台湾买OWC有多方便啊 亚太服务据点就设在台北耶 超幸运的 网购也平项也非常足 不会说那个缺货这个缺货 我通常要找的东西他们几乎都有货 PC后商店街点一点一两天就到了 像之前美国那边已经发布了Sunderbolt 4的Dock 然后台湾准备上市 在台湾上市的第一天 你下单 隔天我就收到货了 而且客服也很方便 不用打电话以后还要到国外转来转去的 跟我们也是完全没有时差 讲话也没有代沟 公代艺买通 这在以前根本是不敢想啊 那你以为这一段是广告吗 完全没有 这一段完全没有给他们看过 我临时加上去的 所以如果你有MacBook iMac 或是iMac Pro 或Mac Pro要改装的话 找OWC真的是很方便 而这台iMac的荧幕解析度是 2560x1440 可是它在荧幕右上角有一点小账污 我确定那个不是坏点 可是我不知道是虫还是灰尘跑进去的 蛮瞎的 它怎么跑进去的我也不知道 但平常如果不仔细看右上角 基本上是看不出来啦 如果我是为了这个小点点 然后我要去换荧幕的话 就要多花好几千 我想想算了吧 反正有时候用这台电脑 也是做一些轻度工作嘛 有时候甚至是远端连过去 搞不好连荧幕都看不到了 那其实剩下的我觉得都表现不错 荧幕的反应速度 颜色都没有非常明显的衰退 这个非常不容易哦 因为其他差不多年份的荧幕 我有一台接近万元的 但是也是整个色偏道 完全没有办法看的 只能当监视器来用 而硬碟方面这台的规格是 ETB的Fusion Drive 平常开机就要等一到三分钟 非常不一定 有时候一分钟 有时候三分钟 平常开Finder速度会稍微卡一下 基本上是可以原谅啦 可是iTunes如果要切割 有时候要等个三十秒半分钟的 哦我就受不了了 搞不好我要NAS来做iTunes Server 来串流播放都还没有比这个慢哦 这个硬碟的速度真的是令到令人发指啊 光开个PD 从开进应用程式到Windows桌面 大概就要等个五到十分钟 而且呢 跟以前旧的Windows电脑一样 开到桌面不代表你真的可以做事哦 你要等它真的准备好 你才可以做你要做的事情 而且在Windows中的操作作业系统 真的是慢到毫无体验可言 滑鼠本身就有一点延迟了 然后再加上按Windows开始键 就要等个好几秒 开档案总管也要等个一两分钟 导致有一度我真的非常想要 直接组一台Windows来处理这些电脑的事情 或是直接拿来玩游戏哦 纵观来说 现在速度慢的瓶颈就不是在CPU 而是在硬碟 所以这次我会把硬碟升级到全固态硬碟 改装后从按下电源键开始 到开出Mac的桌面 大概只要30秒 看虚拟机的速度也快了非常多 我预期这台iMac上面 还是会继续做虚拟机 因此主磁叠大一点会比较方便 此外我一向是习惯实体分割磁叠形态的人 其他不关作为系统的Data 就放2.5寸的SATA SSD 之后也会需要放一些暂存的素材还有档案 这边我会放一个维基百科的表格 给大家看 所以我接下来会针对这个表格来说明 如果你是一般比较轻度需求的人 没有要安装大型游戏或是虚拟机来说 如果你iMac的Fusion Drive SSD 是128GB的版本 我建议128GB就不要动 直接把3.5寸硬碟改成2.5寸的固态硬碟就可以了 这样同样是1万块的预算 你可以买到2TB的容量 而根据表格 如果你的SSD只有24GB 32GB 比较小的话 中安系统和常用资料 你剩下就整个装傻了啦 那我就强烈建议你用OWC的Aura Pro来升级 近10年的iMac 每一款 OWC都有对应的型号 每个型号下也有对应不同容量可以选择 这边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就是iMac 2012款 它的Fusion Drive的SSD 其实是SATA的 并不是PCIe 所以速度其实是差蛮多的 这样一来 其实这个SSD 和3.5寸的那个位置的速度 其实是相同的 所以我并没有一昧地 往上冲高主磁碟的容量 而是合理地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分配 我建议大家在改装前 要把这一点看清楚 研究好想清楚 如果真的不是很懂 也就找专业人员或是原厂的客服 给你一些意见 总比自己乱在那边乱猜还要好 第三个要处理的 就是它的摄影镜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坏掉了 而且坏掉好几年了 但因为平常也没用到 所以就没理它 但这次既然要拆机 就顺便把它搞定了 不过有一个盲点 我不知道它是排线坏 主机板坏 还是镜头本身坏 我就随便狭猜了 我猜一个 我觉得它比较高几率坏掉的 所以我大概一年半前 就买了一个A1419的镜头模组 等着有朝一日拆机来换 那代表我一年半前 运气还不错 猜对了 这次换上去以后 就直接可以用了 不过换好后我会用吗 平常就没再用 怎么可能换好了 还会去用呢 最后来想一想 这个应该就是 单纯换开心的 第四个要修的 就是一个比较深的东西 比较少见 但是理论上 这个弓应该不难 而且相较镜头 我是随便猜一个 比较可能坏的零件 先买好零件来换 这个东西 我已经非常确定 它是哪里坏了 也是早期薄型 iMac的通病 就是它的脚链会失效 通俗一点讲 就是它的支架 没办法让主机 调整阳脚 它会永远垂通丧气 网路上也有一些人 有类似的案例 听说去外面修 好像要3000还4000 而苹果也曾经给出 召回换修的方案 但前提是 你要有发生问题 如果你没有发生问题 我那时候去问 它说是不可以修的 而且它仅限于 机器出售后的5年 而我不晓得 我坏掉的时间点 就是在5年半 哇 它就很强硬 真的不能免费帮我修 那我觉得 苹果当初在这件事情上的判断 应该要更有弹心一点 比较符合我对苹果的期待 像是近期在iPhone X 荧幕触控问题的处理上 我觉得是不错的 还有在MacBook Pro的 键盘问题反应上 我之前也有拍一部影片 分享夸奖过 而且因为前一阵子 我的MacBook Pro 虽然已经是 换修回来的版本了 但是还是会发生 之前类似那样的问题 我就致电给苹果 问它可不可以再换 它并没有告诉我 可以或不可以 但是根据网友的经验 似乎是可以换到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 所以这样的换修的 制度跟方式 都让我觉得是不错的 而在iMac的铰链这个问题 因为它本身 就真的是你设计上的问题 它居然用一个塑胶片 去压一个 力量那么大的弹簧 所以时间一久 那个塑胶片就脆化 就断掉了 所以iMac就会垂头丧气 头就抬不起来了 那我认为 苹果在这件事情上的判断 当初应该要更有弹心点 还好这个东西 所以我自己会修 就借着这次拆机 我一次把它搞定 在这之前 萤幕无法抬头的时候 我是尝试了一些东西 还有摆饰 去放在它 萤幕下面的下巴 去撑住它下巴 最后我是用一个 方形时钟垫在下面 还算是蛮搭的啦 所以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 然后你不想花 3000、4000、5000 去修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考虑类似的做法 不过也要考量到 它底下是进风口 后面还有出风口 所以如果找东西垫着的话 不要占掉它太多 风导的空间 那要修这个铰链 其实不难 就是很麻烦 因为你要把整台 iMac都拆到金光 然后最后 当然也是有修好 甚至意料中的事 没有什么难点 就是比较花时间而已啦 另外在维修过程中 比较要注意的就是 灰尘和葬屋 因为这台iMac 也已经七八年了 通常这种拆出来 都会有很多灰尘要清理 所以我们平常也准备了 高压控吸管 把灰尘全部清清 其实这也是改装 旧机器比较麻烦的地方 因为在还没有拆机器之前 你比较难知道整个机况 有的机器很脏 你就要多花很多时间 还有耗材去处理 这些其实都是成本 那改装完后 实际体验差多少呢 除了前面讲的开机时间 从不稳定的一到三分钟 进步到了 只要30秒就可以开完机 接着我们来看 改装前后的速度差异 为了让测试 更有参考价值一点 在改装之前的测速 都已经是全部重新安装 干净的作业系统测的 Fusion Drive 1TB的 读取速度大概是200到250MB 读取大概是400MB 改装后的条形SSD OWC Auro Pro 6G 512GB 写入速度470MB到480MB 读取速度大约是520MB 改装后的第二颗SSD OWC Mercury Electra 6G 也就是2.5寸的SATA SSD 1TB 写入速度500MB 不过有时候会掉到200-300MB 读取速度则大概在500MB左右 OWC的改装SSD 通常有分两种版本 一种是丹麦哥本哈根 哈,不是啦 是丹麦SSD 另一种是连着改装需要的 零件耗材 包在一起一套麦的 例如iMac改装的这组 多几百块 它就帮你把所有的 螺丝、吸盘、滚刀 两种尺寸的萤幕 叫通通通传BenBen 都准备好 也是这次重点 要帮OWC推广的部分 也请大家记得咯 如果对于iMac、MacBook改装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订阅Enterbox后 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有空或各路高手 都会来帮忙回复 而如之前iMac其他影片所说 如果你非得要私下询问 我们的咨询和建议 我们还是会回复你 但是我们会希望着受费用 因为我们的兴趣和时间 主要还是在开一箱新产品给大家 这个定位还请大家见谅 若有希望看到开箱什么产品 也欢迎在留言跟我们说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